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2022台灣企業甲級足球聯賽 這個球技的最後一場比賽 最後的高潮 要為您送上的是本季的升降賽 是由今年在氣甲聯賽排名第7的 鳴傳大學要來遭遇到 以集聯賽排名第六的SF Iron 週六足球俱樂部這一支球隊 我是今天的主播李鴻斌 SFI最後是能夠免於要去打資格賽 所以才能夠有今天打升降賽的資格 這時候裁判科學要吹響上半場比賽開始的哨音 上半場比賽是由SFI Saturday Football International 這一個俱樂部現在接著來開球 上半場比賽他們的進攻畫面右側的大門 這句弦 好 到進區內 這邊的射門就進了 GO! 開賽第五分鐘 銀傳在門前 最後是由郭炳生接引到右路的一個橫傳之後 在門前搶點破門 率先的來先持得點是來自廖文浩的一個助攻 好 終於再漏過來 利柏鈺 射門球又進了 GO! 看到在先持得點一分鐘之後 又是由中場的利柏鈺 中間拖車進來了 右腳射門破網 閃電般的把比分擴大為2比0 這句弦 裁判認為沒有犯規 利柏鈺在他旁邊 最後摔過來 利柏鈺 到了右側進去 又起腳了 這一次沒擋住了還有沒有 哎呀 在上面補刀的時候 然後呢 小心右腳內側一腳打飛 利柏鈺錯過了沒開二度的機會 我看一下巴斯頓做回來好機會 這個天地的射門力道不夠 直接被謝鵬龍在中間給攔截了 右邊 廖文浩 騎 進去內 左腳射門究竟了 GO! GO! 3比0 下半場開賽 又是兩個半場的第六分鐘 第五 第六分鐘總是會發生一些事情 郭比生在這場比賽沒開二度 開賽第五分鐘 是他的先持得點了 接下來下半場開賽的第六分鐘 又是他接應到了廖文浩的右路橫船 在禁區內轉身打門了 郭比生斷球之後往前走 直塞 陳世勳來了一個假動作 還要再過嗎 還要再過 跳過來 停球有要吸引 再坐回來 進去邊緣右腳射門打高了 可惜 這時候裁判吹響了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最後明傳大學就是靠著郭秉升的 梅開二度以及 蒂柏玉的進球 在上下半場 都是在開賽六分鐘之前呢 就攻破了對手的大門 最後就是在自家的主場 以3比0 擊敗了SFI 來拿下這一場升降級 附加賽的一個勝利 確定爆擊成功 可以參加明年的企業假期獨球演賽 那在今年的轉步工作呢 就為您服務到這裡 也感謝您的收看 明年2023年我們再見囉 拜拜